然后Python还有一些什么输出的方式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对于这种输出 就相当于是基于居中 对吧 然后整个30个字符 然后居左居右 就是这种排版式的东西 我觉得不要挡费大家时间了 最最关键的有几点 我们对于字符处理 我们对于语言处理 你会发现这是和我们 这是和我们很相关的 对吧 是和我们很相关的一个东西 我们比如说我们评论什么东西 我们去怎么去做 对不对 我们会对于这种语言 会做很多的处理方式 会做很多处理 所以我们可能会找 字符串的头是什么样的 字符串的尾是什么样的 对吧 我们找语言里头出现了什么东西 所以字符串 就会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去start with 这个python 这是python一个description 我从python官网上摘下来的 start with 其实说这句话是不是以python开头了 如果不是 对吧 我再给改成不是 那就是他不是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and with 反方向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把这个dor给去了 他都会出现问题 对吧 一模一样的 他才会认识 但是这个是不太灵活的 不太灵活的 然后find 这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find的这个东西 好 那找到什么东西 找到他的起始位置 咱们可以看看 对不对 我干了什么事 我把前头这块粘下来了 然后考到这了 点一个lens 我就知道他这个块有多长了 对吧 就是language起始的位置 第一个的 找到了 说这就是我们把磁图串 后头加一个fun的这个方法 就会找到这个language的起始的位置 对吧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了 所以如果说对于这种方法 大家不熟悉 我们可以这样 对吧 还记得 还记得是什么吗 对 return true if所有character是不是 是不是那什么 offer back OK there's at least one character in s 对吧 如果是false 就证明他不是 如果说我们读英文不懂 我们就可以查 对吧 百度 所以就是 这是万元 文字数字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试一下 来 对吧 所有都是数字了 他就是 所有的都是number了 对吧 如果有一个不是 他还可以 这就是 好的 那待会回去看一下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来count这个python本身 对吧 来count的python本身 应该这是false 没错 好 我们来count这个python本身 对不对 对不对 来我看一下这个东西 有一个应该就是了 对吧 对 有一个数字就是嘛 对吧 这个应该也是是的 对 好的 然后我们来count这个python本身 如果说出现的次数 出现的次数 就是count 这就是 其实说白了 这些都是什么 大家运行一下就知道什么效果了 大小写的吧 大小写 还有一个什么strap strap是去把头尾给去掉 所以听着都是特别死的事情 都是特别死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会的话 我们就去查python的 其实最原始的地方是应该是python的手册 对吧 拍上了手册 官方 官方手册里头会有啊 python3.x 啊 我们用的是3.6 啊 然后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会找这个 然后我们看呢 刚才的是什么 strap的对吧 我们会去 哎 他应该有一个sof啊 对 strap对吧 strap啊 就去找 它是什么意思 你没看到它特别多的含义 所以我们要学会查这个手册啊 我也记不住所有的 说实话 我也记不住所有的这些含义啊 所以我们经常会去看这些手册啊 所以这个函数就是它python给我们写好的各种函数 title就是把它什么变成大小写大小写大小写这种东西 对吧 啊 好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一个环节python的strain 其实也已经已经过了一遍了啊 pythonstrain已经过了一遍 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看 多个分隔符进行分割 比如不光是逗号还有空格啊 哦 好的 这个 这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说提了一个问题啊 刚才多个空格分割 嗯 这个问题是好问题 因为我们可能经常会遇到说 不是空格分割的 或者我们希望认为好几个东西都是分割服 对不对 我们好几个东西都是分割服 我们可以先看看 呃 先看看split的描述 对吧 把这个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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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个 对吧 我们这split会说 z 对吧 这一个 这个分割服 对吧 我们指定 但如果说我们分割服 有多种 我们需要用到另外一种东西 叫正则表达式 啊 正则 这种 分割服 可以去查查 啊 这个如果今天掌正则 我估计会给大家讲晕 这是我们的第 我想想 应该是第四 第五节课的 里头会有包括正则 叫达式到底是什么 他可以完成对于字符串的 更进一步的操作 啊 啊 这个有一个同学说 Stream类型在Java里是引用类型 啊 在Python里有类似的定义吗 啊 嗯 Python的话 其实我知道你说可能是 啊 是不是 比如说写c的话 甚至有什么 嗯 甚至有什么指针 对吧 或者这些东西 Python里头没有这些的定义 啊 但是呢 啊 但是有一个东西 我们应该是 讲数据结构的时候 会有一个解释 它有一个叫immutable和mutable 就是可变类型和非可变类型 啊 跟这个引用类型和 有点类似的概念 啊 有点类似的概念 啊 但是这里头Stream是什么 我给你看一看 对 Stream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 其实它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 都是类啊 都是类 但是我们 我不想过早提提这些东西 啊 所以到我们后头的 就是应该是明后天的课吧 就会讲到一个叫啊 可变和不可变的一个事情 嗯 对 这个对于行数 那个对于函数 或者对于程序 还是很 很重要的 嗯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哇塞 然后看了 好 有的同学 其实技术啊 是有的啊 那个还有 解决的不是我们这个科长的问题 然后是一个什么啊 怎么生成随机数 啊 对 可以看看这个random这个包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刚才有一个东西啊 我们刚才查一下文档 对 就这个东西啊 有一堆相关的函数啊 如果说 就这个货 特别 这里头会有一些 啊 是不是 对吧 是不是所有都是 这个 他这个函数的定义说 是不是所有的都是啊 数字或者字母 对吧 如果所有都是数字或者字母 他就是处啊 如果带一个非数字数或者字母的东西 就是false啊 然后他里头还有判断 是不是所有都是啊 字母的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都不用你自己写函数去判断了 他都带的 所以大家可以查查这些 字符串的一些功能啊 可以查一下字符串的功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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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